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伯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墳店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的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伯這次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前往伊士神功的路上 有一家跟兩旁傳統建築完美融合的 星巴克伊士內供前店 坐在二樓靠窗的地方休息一下喝杯咖啡吧 正人店位於日本三重縣的伊士市 在日本旅遊人慶景點 伊士神功參拜必經之樂的玉府丁上 外觀正面的概念是仿照江戶時代的建築設計 店大門上面吊著門簾 上方則有鬼瓦的屋頂 與鵝卵石砌成的商店街 以及兩旁傳統物鑿建築十分的搭配 完全不會顯得格格不入 只不過路過的時候要仔細看一下 不要錯過 包補取材的時候真的不小心路過 一樓的設計靈感來自江戶時代的商店 化臺設計得非常的精緻 用餐區位於二樓 總共有三個區域 第一個區域可以看到自然跟山景 用三重當地產的木材所做的長桌 讓大家喝咖啡邊交流 第二區的座位不少 中間加上兩旁總共有二十幾個位置 屋頂小小的天窗讓自然光能夠直接透進來 第三個區域也是鮑勃最愛的區域 可以直接從二樓看古早味十足的商店街 人來人往的人潮 有有身處在時代區的浪漫感覺 這裡的閉坊景點當然就是一世神宮的內宮囉 有將近兩千年的歷史 神社供奉天照大神 是神道教的神明中地位最崇高的 所以天皇本人每年也都會到這裡參拜 星巴克所在玉府丁上有很多餐廳跟小店 包括超推這裡的名產赤福 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 雖然很多地方都可以買得到 但一定要到建築物140年的本店吃赤福餅配茶 紅豆甜而不膩跟茶非常的對味 如果夏天的話也可以吃個赤福冰 抹茶配上紅豆跟白玉超讚 豆腐磺山中的豆腐霜淇淋也不錯 大家可以試試看 豆腐的伊式烏龍麵福斯家的伊勢烏龍麵 包博點的松阪牛烏龍麵超好吃 口感QQ的烏龍麵真的順口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這個粉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